今天的新鮮問正航要來看到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民調的最新發展 美麗島已經連續追蹤了二十三波 最新最重要的趨勢 來看看賴清德持續往上走 已經將近四成達到了新高 穩定第一 而比較特別來看看 侯友宜跟柯文哲黃金交叉 過去的侯老三變成了第二 不過兩個人咬得非常的接近 侯友宜沒有特別的表現 為什麼能夠超越柯文哲 民調專家分析 主要就是過去泛藍的支持度 大量灌給了柯文哲 被這個柯文哲民眾島再為保管 但選舉進了 現在基本盤回歸 因此侯友宜回到了老二 柯文哲跟郭台銘就明顯的下滑 現在讓郭台銘也非常緊張 喊出了三隻小豬 因此昨天環路遊行的大遊行 大家很關切 那他們會不會來談合作 關注的三隻小豬對上的大野狼 但所有人幾乎都沒有同臺互動 不只沒有提出團結合作 連見面要喝咖啡的時間 都沒約 反倒昨天郭台銘再嗆柯文哲 好啊 你會選贏的話 你就選到底 什麼意思呢 難道是他覺得柯文哲 最後考量可能自己選不上 會因此退選嗎 就算大雨滂沱 紅海雙門人郭台銘 沒撐傘 沒穿雨衣 環路漁民大遊行 凱盜登場 郭台銘打頭陣致辭 拿自己的親身體驗凸顯行人地獄 至於隨後登場的柯文哲侯友宜 同樣炮打中央 他們的方法從來就是傻逼了 他們先推動那個 第十三期盜案方案 花了十二億 車禍死亡人數 反而比執行之前還高 把這樣的責任 交給下一任的總統 洪友宜 人本房間的交通裡面 不是只有規範跟規矩 洪友宜致辭到一半 慘遭台下民眾嗆聲 連欄尾開頭介紹出場 也被質疑沾染政治味 至於壓軸登場的賴清德 則提出三承諾 預計在2030年 將死亡能夠降低50% 到2040年的時候 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能夠達到臨死亡這樣的目標 郭柯侯賴四人全都亡不見亡 道士柯侯簽行人宣言時 很有默契簽在一塊 反觀郭台銘獨自簽在左下角 我是小咖的簽在這裡 環錄漁民活動最後重頭戲 賴清德 胡友宜率黨公職 加入遊行隊伍 賴侯 柯郭四人同場較勁 滿滿政治味在凱道蔓延 三立新聞 王家鴻 任君 SV小組 台報道 好 臺灣的選舉沒有這麼難 其實這一點美國都看得懂 現在最新的標題 來看看中國為什麼要害怕 臺灣的副總統賴清德 他重重地打臉 臺灣的親中派 《華盛頓郵報》清楚地點出 你批評賴清德 臺獨根本沒用 而且已經過時了 只要問臺灣人兩個問題 臺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臺灣跟中國 是不是各自不同的國家 這樣子的答案 連國小學生都知道 偏偏有一些政治人物 為了騙票 卻扭出事實 臺灣的年輕人 沒有辦法接受 跟中國統一之後 上網被管制 批評政治要被抓去關 連歌唱節目都作假 我們當然會透過投票 守護呢 這個臺灣得來不易的 自由民主 不過這當中其實有人認為 其實中共才是民進黨 最佳助選員 來看看又出招 因為賴清德出訪美國 一連串的文攻武嚇 派出了軍機 派出了軍艦 再發出了這篇文章 臺灣當歸 要求臺灣回歸中國 再怎麼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呢 其實都會火大 因此他們會去看 中國你越喜歡哪些候選人 我們就越是不投 中國你越攻擊賴清德 就讓他的支持度 持續往上漲 戰機升空 戰艦巡航 中國解放軍 針對我國副總統賴清德 出訪巴拉圭 過進美國 又有大多數反應 東部戰區19號 公佈畫面跟放出消息 強流將在臺灣周圍 組織海空兵力聯合演訓 我國國軍也的確徵搜到 中國解放軍45架戰機 以及包括徐州艦在內的9艘軍艦 出沒我國周邊海域 但中國不光是有肌肉 吾合臺灣 中國官媒也似乎在配合 進行文攻 反如觸頭 臺灣當歸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 19號深夜23點37分 突然在微博 貼出一張寫著簡體字龜的圖片 但龜字最左邊的那一點 還用臺灣的形狀代替 上頭更標記著臺灣回歸 發文留下 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 祖國必須也必然同意等字樣 果不其然 中國牆內的網友 又再次嗨了起來 除了有人引用 已故中國南開大學教授愛耀錦的話 來佐證這種說法 更有中國網友自嗨 還以中國高喊要在2035年 讓北京到台北的高鐵通車計畫推算 認為2027年以前就得要完全統一 未來2035年兩岸通車後 我們就可以導航往返臺灣上了 只不過牆內的小粉紅害翻天 牆外的中國人卻清醒不少 除了表示中國 又再次挑起民族主義 轉移注意力 更說沒過年過節 怎麼高層又突然發狂 還引用戰狼趙立劍的話 表示要拭目以待 甚至中國當局 儘管口號喊得震天作響 實際上恐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 下期新聞 委員新到達